截至11月9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11月9日0到24时 31个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 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39例 辽宁17例 均在大连市 河南8例 其中郑州市7例 州口市1例 河北5例 均在新吉市 黑龙江4例 均在黑河市 江西2例 均在上饶市 云南2例 均在德宏百族景坡族自治州 四川1例 在成都市 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1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 以上信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